最近,骨子店拯救老商场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热门话题 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各大商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骨子店 记者来到北京王府井喜悦购物中心 各色骨子店占满了整个地下二层 穿戴猫耳、动物尾巴、cosplay服装的年轻人随处可见 究竟什么是骨子店?为什么这么流行? 首先骨子是来源于英文单词、cos,也就是货物的意思 探指一些二次元的周边产品 比如说像徽章、像帕利德、像一些照片、小卡片、年轻片 然后盲儿玩具都可以穿过骨子 都是徽章,这个是厉害 大给,你的快乐点是什么? 就是在抽的过程中,其实班子抽到自推 所以有很开心的感觉,而是因为热爱 小学生就开始接触这种动漫 大一点,就看到好多人都在卖这种徽章什么的 然后就要写,然后就慢慢就开始买 那你目前收集的有多少? 我发机大概有一抽屉吧 然后各种小卡片什么立牌也有一抽屉 多位爱好者告诉记者 最初入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喜欢某个动漫或游戏 从而喜欢上其精美的周边 并且在吃骨的过程中能够结交同好 比如说找到什么一块就是喜欢同一个角色 然后聊起来就可以交换一些什么自己比较喜欢的这种 就比如这种小铁片 同号之间可能会组织一起去逛漫展或者逛主店 也有可能就是在一起靠子起来 在带那些奖花穿衣服靠子的时候 然后准备很长时间 到那些漫展有很多人过来找旅游和合影 我们都会觉得大家都认得你欣赏你 就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就是它在一起 我们能一起玩有很多人的情绪价值 从自己买骨吃骨嘛 然后再到什么QQ区和别人聊天啊 聊动漫啊 然后再延伸到现在那个交通也方便了 大家就会聚到一起一些活动啊 这些都是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些社交方法吧 记者走访几家骨子店发现 大部分骨子店的负责人和员工也是资深爱好者 据他们介绍 今年以来骨子店发展迅速 算是北京最早的一批骨铁了 从老板到我们员工都是长年的持股人 我们也都很有经验 想开一家骨子店 你首先肯定是要就是融入 或者自己本身就了解 虽然文化圈或者ACG文化圈 要说骨店的话 其实南方开始比较早 就像上海啊广州 现在抓住年轻人的喜好嘛 然后骨子店就慢慢多了起来 客群主要还是以青少年为主 初宫到大学这个年龄段的顾客为主 可能店是从这个月初才开业的 然后呢现在又是暑假 所以现在的客流是很高的 每天的从交单数在两百三百 有数据显示 2024年二次元市场规模超千亿 谈及骨子店未来的发展趋势 多位受访者都认为 能在竞争中真正留下的 是懂得选品有自身特色的股权店主 现在线下股店虽然非常的多 但是作为股店作为线下的一线员工 还是觉得就是以货品的种类齐全 然后库存充足为主 这样是更能吸引更多的客客来的 我觉得 股权店未来的发展 其实竞争肯定是很大的 还是说是要你的素质要过硬 有自己的招卡自己的特色 足够了解 次元文化的这个 这个底蕴的一波股店 才能到才能得到大家的青睐 长久的生存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